大家好 1526了啊 给大家说说这个 共产党的这个特务的渗透有多么的厉害啊 1927年的4月12日 蒋介石发动了所谓的反革命政变啊 当然国民党的这个历史叙述 话语体系叫清党啊 共产党叫反革命政变啊 小的时候啊 我们看那些什么大浪淘沙啊 什么那电影啊 又腥风血雨啊 是吧 这个共产党下了大雨 是吧 躲起来了 杀了好多人 是吧 这个侵吞啊 国共合作的革命果实 大肆屠杀共产党员 国民党左派及革命群众啊 因为有些文章是在中国大陆的平台上发的 你不这么说你也发不上去啊 那么这次反革命屠杀后 蒋介石灭农会保地主 农会当时就要搞土改杀地主 强行分地主的土地财产 蒋介石作为合法政府的领导人 他保护合法财产 对吧 不仅仅是地主 包括所有有财产的农民 富农地主 这有什么错吗 对吧 合罪之友啊 得到了大地主阶级和大资产阶级的一致拥护 我认为是很多人都拥护 不仅仅限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啊 一举奠定了问鼎中原的基础 短期利益非常大啊 当然这种只重视短期利益的行为 彻底消灭了国民党不多的进步性 这个人啊 观点我们不说啊 当时啊 这个蒋介石的军队啊 说是直接按名单抓人 名单之外的宁可杀错也别放过 整个上海啊 幸存的共产党员只剩下了几十人 其余全部被杀 1927年11月啊 27年4月 蒋介石发动清党412啊 到了12月 11月 过了七个月 周恩来在一个两层的小楼里 把仅存的党员召集起来 组建了中共第一个情报机关 中央特科啊 20年之后啊 我们看到了情报史上极其精彩的一幕 让人大开眼界 到1947年左右啊 蒋委员长下令剿共 时任国民党啊 就是国民政府吧 国民政府作战厅厅长的 共谍啊 郭汝归是共产党间谍 负责制定剿共计划 时任国府国防部参谋次长的 共谍 共产党特务刘斐 负责审阅剿共计划 一个制定一个审阅都是共产党间谍 但是他们彼此可能不认识啊 不知道对方是共产党 应该都是单线联系 时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素纪员的共谍 沈安娜 负责对整个作战计划进行整理 并上报蒋委员长 时任蒋委员长 适从使高级参谋的共谍 韩炼成负责保管蒋委员长 确定后的作战计划 最终搅供的军事计划 经由南京军化总战 军事电话总战 军化总战下达给一线部队 南京军化总战就更离谱了 这个专门负责接转总统府 国防部等要害部门电话的军化专用台 总共只有九名工作人员 其中七人为共谍 九个人七个是共产党 特务啊 上述提到的所有共谍 都只和上级单线联系 互相不知道彼此的存在 我给补充一下啊 不仅仅这些人 在蒋委员长的这个委员长 侍从使里边 有一对亲兄弟 是河北保定人 是定州的还是荣城的 反正是保定人 这个姓段 段忠语和段伯语 这个伯中书记 伯语是哥 中语是弟 他们的父亲叫段云峰 是蒋介石在保定军校时的同学 后来段云峰在国民党呢 好像是军阀吧 在是地方杂牌军里边 也当到过中将 这是蒋介石的同学的俩儿子 先后都在这个侍从使 当时军侠是上校 后来离开之后 还都升任了少将 其中这个弟弟 这个段忠语 还是后来国民党 快不行的时候 上海不是有那个 汤恩伯的松户警备司令部吗 里边下辖的 有什么上海铁路司令部 和上海港口司令部 然后这个人还当了副司令 或者是司令 他让很多本来应该顺利的 更快速的 更数量更多的 撤往福建和台湾的 这个国军的人员 包括眷属和这个装备 他故意制造麻烦 让这些火车的车皮 在铁路上拥挤 打转跟着原地打转 为共产党又创造了很多条件 包括有一艘登陆舰 本来是要往福建和台湾那边撤 结果那艘登陆舰上 有共产党的一些人 最后这艘舰没去台湾 福建 去了青岛还是徐州啊 实际上 共产党叫起义 就一个团吧 一个散兵团 最后给弄到了解放区来了 所谓起义 当然90%以上的官兵 是不知情的 有几个人知道把那艘船控制了 你看还说啊 所有的共谍都只和自己的上级 就跟那个船销似的上线 单线联系 互相不知道彼此的存在 是吧 军化总战九个人 报复员啊 七个是共产党 于是这份作战计划 经由多个渠道 转送到了党中央的手里 国民党的绝密作战计划 共产党收到了 还不止一份 还可以顺便对比一下 那么1947年的2月23日 莱坞战役惨败 莱坞战役就是那个什么吗 就是山东莱坞吗 当时好像是 有一个副司令被服务了 叫李先舟啊 国民党在山东 有李先舟 李年 李延年 李玉堂还有王耀武啊 有个说法 他们虽然都是黄埔系的嫡系将领 叫三李不如一王啊 王耀武兼战区司令 还兼着这个省主席 王耀武抱怨说啊 第二隋境区啊 司令王耀武抱怨说 五万多人三天就被消灭了 就是放五万头猪 让共军抓三天也抓不完呀 事后有人怀疑作战计划泄密 在莱坞战役的总结会上 三个共谍 共产党的特务 韩炼成 郭汝归和刘斐 互相推卸责任 其中郭汝归和刘斐 俩人互相指认对方是共谍 其实都是 最后打起来狗咬狗 最后顾祝彤劝和才算收场 顾祝彤是江苏连水人吧 当过参谋总长吧 到台湾以后啊 既然大家都不是共谍 那总得有人为这次施力负责吧 国防部负责此事的 共有三大负责人 包括国防部部长白崇喜 参谋总长陈成 参谋次长刘斐 必须叠有一个人出来扛锅 最后打了一天口水仗的共谍们 达成一致 联合白崇喜 白崇喜是杂牌吗 他是贵系吗 把黑锅甩给了国防部 参谋总长陈成头上了 陈成嘛 陈成是蒋公的嫡系吗 黄埔啊 土木系吗 土十一 木十八 十一师十八军 那是嫡系里边的嫡系啊 好吧朋友们 是吧 国民党没法不失败 全是共谍 几乎啊 从这个总部 你看了吗 国防部军委会 侍从使啊 到下边各战区 各军各师 有一个叫赵伟的啊 赵伟 河北文安县人 就是我爸的老家的人 他就在这个东北保安司令部 在这个杜玉明手下 把机密都泄留给共产党了 让国民党有一个师 进入共产党的那个口袋镇 给包了饺子了 后来被发现了吧 他逃出去了 这老头前两年去世了吧 好像还上过北京电视台 讲这种所谓的革命历史 谢谢大家 待会再接茬聊 接茬聊